YES!我又打贏B博士了! 哎,这天梯就是一个巡回 B神!B神在直播 我开播前还在看B神直播的 B神也是一个40的SUM 我告诉你 B神排名这么前面啊 啊,你换牌了? 我B神换牌了? 我前面看的时候 他就是萨玛啊 啊,你偷偷窝窝换盗贼了? 这不科学 这不科学 现在40大奖贼起来了 古夫削了,这也能叫学 嗯,我是这么认为的 但是我不敢说 说了怕被人喷啊 但是我真的认为 古夫这也削了 就是免费送你一张两费成长 你还不要 哎,公爵不会削的 公爵是版本卡 所以就是想明白就行了 而且公爵不削就不削吧 这个真的挺正常的 这个版本刚上新的牌就给他削了 好像这个版本上的任何一张新牌都没有削吧 哦,凯子 凯子是这个版本削的 凯子不是啊 这个版本的新卡有一张削了的吗 门,门,地标,地标 地标,地标 地标是这个版本的 心坦法师 大 大 大 这个不错的 结场 哇 这 这没事 只要我狼人能活着 冻住可以 没事 也行 啊 那么问题来了 这个奥秘是一个法法吗 我 不好猜的 就是 法法 你开这个 去破 然后打五 这个又怕吃爆炸 但是 如果我打二加二 我里面找到一张 两费牌 我还能烧 我不好猜这个奥秘 那这个就很亏 确实很亏 这个 因为这个奥秘是门挂的 就那个大大挂的 所以你都有可能 这个不好猜的 这个奥秘 哎 无所谓吧 也就是本来解这个场 没有就没有吧 这个其实也没有奖很亏吧 这个一定要先撞 然后 这个去 少一个吧 都很弱 相对来说 加盾 好一点点 B神也没什么牌了 但是我也没什么牌 我得来个过牌 现在萨满法强没有用的 就是萨满完全不靠法术 哎呦 本来我想说加盾给他烧了 大地来了 可以 你说 有没有一种打法叫 退化雪崩 要不我先退化 看情况 再考虑要不要打雪崩吧 我这个手牌实在是太烂了 我也不在乎 我能不能退 进化一个图腾之类的 这个东西 我觉得我可能真的要打这个雪崩 大 我再也不进化七飞怪 再进化七飞怪 我就是 对吧 记住我这句话 我再也不进化七飞怪 你这个好 我 我们两个都没啥过牌 但他有点资源 这局见了鬼了 我两张五的过牌都没来啊 真是见了鬼了 这都没打掉 我都先看了 一个二杠一都没打掉 我 吐了朋友 台湿 霸魁 解不掉 剥牌来了 大 大 大 YES 哎呀 但是我的怪没了 但是他解不了这个石 这些怪都会死 这个石解不掉 他只能打6 我能把这个打了 把这个打了 然后我又打台4 YES 我又打一B博士了 这可能真的是一个萨尔曼 对面这个贼蛮恶心的 没有啊 一个慢速的套牌 有这样的质量 这个不叫恶心 这是游戏的好玩 就是你不能说 有质量的牌都恶心 那我这个牌也恶心啊 我又吃又换 这个牌也恶心啊 是不是 这是质量和恶心 我觉得是两码事 而且我说了 我刚刚那个10张牌 两个1是算一张 两个9是算一张 其实等于只有8张牌 8张牌看3张牌 偷到一张的概率 是不是蛮高的 你这样想一想 是不是 就是因为 它不会显示重复的 我两个鱼是重复的 两个9是重复的 对不对 没有抽到第二张 减肺 这里就应该不太能下雨 这里不太会开吃的 就是 打一个内战 你如果满足于只吃一张 我觉得是可以的 但是我认为吃一张 吃不了的 就是 萨满其中小杂毛 特别的多 当然你这里不吃 也有一种运气很贝的 可能性 被对面先吃掉了 但是运气游戏 我这里不会吃的 除非我下一张是鹦鹉 那我可以考虑吃 它下了两张这个 我觉得萨满打牧师很容易 会打的萨满 只要你排序好一点 打任务牧师 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因为现任务牧 大概率是没有办法 靠任务赢的 而且讲道理 这套牌 打任务牧 可能牧师都不需要 把任务做完 直接被N个大地打死了 你知道吗 所以 我觉得会打萨满 或者说 手牌好一点萨满 打牧师是蛮优势的 这个很好 因为我就怕夹断 你知道吗 谢谢小小风送了一个墨镜 哎呀 他这个炒面 我其实也没有很好吃 但是如果我晚一回合吃呢 这里我得纠结一下 我不究竟 大 鹦鹉是一张好牌 大 狼人一般 戴身材还可以 二十费的职业 能看得上凯子吗 没有啊 谢谢 德德 这么一个墨镜 哎呀 八费的费用 确实有点点高 但是如果你不到八费的话 还是能铜虚配合 他主要是砍铜虚配合嘛 所以很正常 铜虚来了 我想一下 这里应该会烧了 把它先腾掉 然后把它开了 不然就没有格子开了 这个很合理 然后我们找一张鱼 应该会拿探案 我知道的 这里我们应该还是会出鱼的 出鱼 撞起来更加的灵活 而且助能更加多一点 你现在打德鲁伊 我觉得你可能会被快弓打死的 你要打德鲁伊 你就晚一点点 就是晚个一两天打德鲁伊 你看现在天天能送到德鲁伊吗 是不是 德鲁伊是能玩 不是说不能玩 但现在暂时 我觉得你可以不要玩 我们这里是这样子的 我看一下我几张牌 八张牌 先把这个开掉 咦 卡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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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响绿 出 出 出 然后再探案 这样我们探到刚好不爆牌 对不对 肯定不是二 铜须和这个 其实我想 我觉得可能是个七 铜须 就是一三里面一张 反正肯定不是二 我感觉是七 啊 是铜须 这个我觉得这种探案 就是纯运气 因为你就知道一和 一和那个什么吧 对不对 我是个萨满 我都不敢打七 因为必有退化和必有吃啊 我不知道 可能我的理解比较菜吧 萨满内战里面 我是绝对不敢下七的 而且我已经把七下掉了 两个人 都不会看下七的 可能是五小 像上七什么 我偷偷 我试试 喔 这我打不死了 两个打不死 四个就不一样了 不好意思 萨兰内战 Yes 三十应该是小鬼数 这里我看一下吧 我下一张有没有狼人 没有狼人我就出吧 就是 我后手习惯不出门的 就不出这个的原因是什么呢 是因为后手天生有硬币 如果你抽到狼人 你就可以天生狼人减一费 对不对 是这一个道理而已 哦 我想一下 我要进化吗 我不进化 为什么 我有一种可能 下游和打一费 狼人撞一下 进化一下 然后撞完之后 有可能再进化一下 这牌给我是没用的 我探案 只是为了给狼人减费 为啥不硬币狼人 我就在等你这个弹幕 会配合啊 观众 我就喜欢你这样的观众 这配合的太好了 我就在等你 你知道吗 大 那这个我觉得就没有必要 再去进化了 这个怪实在是太好了 这是 我找一条鱼吧 鱼好 恶魔里面有巴巴回甲 但是我不要 本来我们是留这一个机会的 因为我通常都会进化狼人 对不对 所以我想进化狼人 自己再撞一个 我们再进化一下 是不是 但想不到人品爆炸了 就没有这种操作了 对不对 这个就是因为主播对自己的人品 是有了解的 所以才有这种操作 是不是 为啥不A脸 这个朋友 你这就有点过分了 我们前面硬币狼人的时候 还能开一个玩笑 你这个八公A脸就有点过分了 来 跟我读 突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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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咱这个真的不能这样的 这个就有点过分了 朋友 你这个适可而止啊 朋友 想一下 我也住的了 我跟他对扑吧 我觉得跟他对扑 也没什么问题啊 要不这样子 我们扑三个 这个应该没什么问题 是不是 然后我们进化一个 懒罢 我知道 这里如果我解场 你们一定会骂我的 我这个绝对不会 解怪 是陈庸吗 我做做好 认真一点 万一是个陈庸呢 可能是 专精一个职业的 跟我一样 不对 我是德鲁伊主播 四十的 三十的 下手太狠 对面要跑了 出掉三个吧 感觉出掉三个 也没什么关系 下回合 我还可以打这个 问题不大 三十血 三脚就没了 差一斩了 真的 我出这个 差一斩了 呃 这个问题啊 有机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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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